歡迎回到夢想街五十七號 我們剛剛有特別談到了 就是說您現在 您的人生最大目標 那其實是為了要賺錢 從小窮怕了 但是你人生當中 其實跌過最大的一跤的話 是損失三千萬 那當中你是家族什麼 旁邊 旁邊 旁邊一當中應該比較好 我剛開始我第一批下去 一分鐘九十 我身份二十八而已 我外頭呢 第一批賺 第二批賺 再來我就開到三十六丁 問題來了 因為開太多買了 九十塊 剩到六十 三十 再來一間間 一間間 剩十五到二十 我的電腦枯了 我如果換新的一間店 都要開兩三百萬 我如果沒有換新的 以前新的電腦是十十塊 我給的電腦三十塊 我身份二十八 降到十二了 我換全新的醫療 我身份二十一 我要跟你做一次 我要做什麼算的 就沒辦法做了 不然當時你怎麼開到三十多間 我們就因為九十 第二年到六十 還會做你 就趕緊擴充 但是它實在下得太快了 對 所以當時的話 你那網咖總共有多少員工 比較多人家務 我是系統商 跟人家務有三十六間 就是做越多 西路差不多 那當時崇拜的時候 那當時一間店 差不多有多少人在那邊 多少人 你基本就是做沒有一間店 要五個人這樣 工程師跟早中晚班 36間 五間的話也是一百多個人 快要兩百個人 那那時候的話 那是跟人家務的 那人家務的 都要你收招嗎 收招 然後多少 我差不多要三十萬的現金 跟負債 還有負債千倍 負債一千八百萬 一千八百萬 聽說當時的話 老婆每天跟著你的話 那就是吵架 就離婚算了 我兩個女兒 拜託我們離婚 不要再吵架了 就離婚嗎 真的很窮 我每一天抽 我每一天一百塊 就吃飯 我個人的 就每一天一百塊 我有股氣 不再跟人家借錢 所以就怎樣 最後我 其實我最討厭投資客 最後我決定 我要當投資客 因為我不當投資客 爬不起來嘛 那時候這個人要 五百萬 我請教的 你就是請我 請我請教 你請我做店長賣二十萬 我就不夠五百萬 我要怎麼吃飯 所以你即使給我超高薪 我也安定不下來 我只能去做投資客 我沒有錢 我只好在網路上求你來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當投資客 怕沒路 沒百條 我沒百條路可以算 這樣 那你當時不知道 投資客這條路一定會成功 一定會成功 我在網路上幫他們做 我都知道他們怎麼賺 我一定會做 是不可以做 我做中介的時候 就討厭投資客 沒辦法就做好自己 你覺得現在 有很多人沒辦法 也是要一樣 跟你一樣嗎 因為那時候五百萬 現在的時代 那時候的時代 到現在的時代 不一樣 要拚 所以這條路要做 投資客要做 鄉下 鄉下還可以做 台北縣是不行的 鄉下 還可以做 可以 所以你現在打算 把這些東西帶到鄉下去 對 沒錯 鄉下 鄉下